主料,培根片10片,白菜断两段,辅量,杨鲜20根,葱段,蒸鱼豆尺,蚝油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一培根,解冻,中间切成两片,二白菜准备两段,大概略宽于培根就行,包下一片,在中间硬处划一刀,不要切断,尽量拳紧一点,用杨鲜穿过固定, 一蒸锅烧开水,放入培根卷,大火蒸10分钟,二,笼体不要夹铁布,目的就是让油脂留掉,也不会粘锅,培根油脂很多,蒸锅期间,切葱段未撕,键盘,蒸好后,继续焖5分钟,然后用筷子夹出,摆在葱丝上,匀成的撒上适量的蒸鱼豆尺,如何蚝油,放进微波炉,大火,烧炒蛋,10分钟, 休息,这个步骤主要是使水分进一步蒸发,是培根恢复,烟熏状态,极高口感,不用担心打干,肥肉处会有油脂渗出,同时这样做,也是减少油的渗入量,完成,开吃,烧烤培根卷,全程无油,无盐,烹饪技巧,全程不需要油,盐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